大家好我是酸水 今天這副是爬到傳說38的水雷樹 那這是新的術士傳說卡跟水雷非常的搭 我們留一個前期解牌 符文秘寧棒算是這副非常重要的牌 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做降費 我們非常需要降費 這5接6其實 非常非常好 只是這樣我們要稍微看一下我們的手牌數量 不然很容易燒牌 藥劑調配師 所以藥劑調配師我們3費的時候出 然後這5費出6費出 所以我們現在只有4費不知道幹啥 中神 所以4費可以換點英雄能力 這樣牌會不會太多 還是就直接打這個 估計他應該會用一些喊方法把這隻解掉 我可以先打吸取靈魂 剩下一顆水晶不做事嗎 不做事鬼難零頭 這個比較貴我先用掉 這個比較貴我先用掉 所以這邊我要想的是等一下我打武器之後 我等一下會進一張牌打武器的話我還是會有7張 然後下一輪再進一張變8張 打英雄的話我會變 其實會變蠻多張的喔 其實會剛好滿牌 所以我要不要乾脆就把這張甩掉 強點場面 希望他不要有接武器就是 所以這樣下輪6張 然後打這個時候也會有6張 所以我們會再抽3張所以剛好到9張所以第7 7顆水晶的時候就不會爆牌剛好10張 其實甚至也可以直接 不過我沒有我沒有需要回血啦 剛的問題其實應該是到底要用 阿促把對面的東西幹掉還是要用那個吸取靈魂把對面的東西幹掉 因為如果用阿促的話吸取靈魂之後會變成一費 所以其實會 這樣給塔姆辛拿回來之類的 國民銀棒 他可以降到這個費用起來不錯喔 他直接用凌風衝擊力噴我臉我其實 還蠻擔心的而且看起來他是個冰DK所以他的爆發期會挺高的 不過他目前只有拿到一張隨機的 隨機的撼牌啊所以或許還好 OK 我們直接變身變身之後這個血會變零費 所以我們可以再把這個裡面的東西解掉然後回3滴血 所以這會噴我臉4滴然後再回一些血 OK 兩個水雷都在手上了 兩個鬼難也在手上 所以我等一下可以惡魔法陣鬼難然後抽一堆然後 把佛文銀棒直接用用乾淨 然後打水雷喔 我大概要打一次鬼難 可是這樣會有人抽太多牌 這樣會抽5張 哈哈哈哈哈 真奢侈的煩惱 呵呵呵呵 所以最好我大概是進...比如說一個天 baked軍團補忌品 然後直接把這個命銀棒做一層開掉 然後把這個combo直接降費,然後再把水雷甩掉,再載綠牌之類的。 可是我們降的combo,其實沒有降到非常多combo牌。 符恩鍛造 OK,拿一把武器,直接掏出來。 魔法烈系 抽六張 OK 所以這已經直接兩張了喔。 這其實會抽兩張,然後我們就直接 大降費 大降費不解釋。 我們還有一隻羊嗎? 有,我們還有一隻羊。 所以如果我們阿促我們自己的羊,怎麼可以吸取靈魂這一張。 鬼難 我大概想把水雷噴掉啦。 他其實感覺蠻接近死亡的。 等一下,他死了嗎?不可能吧。 我要先把自己的水雷打開。 其實有可能他已經死了。 假設我先開自己的水雷的話, 他是不是已經死了。 好嗎? 夠嗎? 夠 T7斬 嗯? 不過就是這個骨甲其實是發現一個死亡有防之神,所以 你的水雷必須要先死掉才能打骨甲出來啦。 算是怎麼講, 一個很好的演示吧? 這傷害其實真的超高。 對面也是術士 有可能他是快攻,我們留一張犧牲魔墊好了 感覺就是直接把這條飛絲丟出去了 然後下輪帶一定壓能力 OK,有魔法陣 這樣我大概可以分成兩輪做這個臭武裝吧 或許 詛咒仔 詛咒仔 這樣子會怕他的犧牲魔墊 他如果沒有犧牲魔墊其實還好吧 噢,惡魔法陣對抗 抽五張 拿出 等一下,我是不是應該直接犧牲魔墊 對,我應該直接犧牲魔墊 這樣牌其實有點太多 呵呵呵 這樣我能夠T6直接這個嗎?拖進深淵爆我一張 OK OK 還行 他可以再塞一張詛咒給我 可是我還是一定會抽一張牌,因為這個會先飛走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 嗯哼,嗯哼 我們應該就直接 喔,可以降費喔 先來擋一些,擋一些紙傷吧 他直接無藥喔 行行行行行行 寶寶綿羊,九槍牌 水雷,然後軍團 鬼難還是惡魔法陣 似乎是惡魔法陣喔 然後我再抽一張 OK 然後把這個丟掉喔 我有點想要再丟一張牌 可是不知道要丟什麼 我也不想要丟鬼難零頭 等一下好像可以打佛文明棒加這個之類的喔 然後再做一些結場 可以把一個包包綿羊交掉 我們的骨甲還沒來啊 所以要再等一下 喔,沒有關注到 喔,完全在耍廢 死不瞑目 會有點苦苦的唷 會有點苦苦的唷 這樣抽太多 我感覺大概是把一張 爆爆綿羊甩掉了 或是我現在直接就 爆爆綿羊犧牲魔點之類的 然後打這個 然後打這個 找一張 天鎮 吸取靈魂 我不用第二顆水雷吧 OK 老天爺啊 三倍的恐懼巫妖牠們行 神淵 OMG 其實四分之一 OK,沒事 也就是 COME ON MEN COME ON MEN OK 9張 抽3張 會爆牌 我這邊是不是有斬啊 9張 NOOOOO 我的縱魂 我死無名目 不 我超級COMBO 不 雖然煤羊一開他應該就已經死了 我們其實根本就不用縱魂吞噬者的超級combo 縱魂吞噬者應該是可以讓我們更早combo之類的 就假設東西更早來的話